她主持过多档节目,是凤凰台的当家花板,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淑女,在2007年出了自传墨迹,被众人称之位女神。 她优雅大方,像一朵盛开的鸡百合,清晨高扬,她就是知名主持人曾子墨,曾子墨1972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地,她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的女儿,曾庆瑞还在汉语言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多有学术件数,真的是好的家庭环境,叫出来的孩子不会太差。 身为高考状的曾子墨,也证明了自己可以像父亲一样,在从私的事业当中颇有成就,曾子墨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非常顺畅了,刚三被宝送到人民大学金融系,一年后以托福660分,被长青藤蒙达特茅斯学院录取,毕业后从事投资银行,参与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秉购交易,当然,这些成功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。 但是在2000年,曾子墨依然加入凤凰卫视,担任财经节目主播,在当时,他可是毫无新闻采访经验,最后,他主持财经电对点,凤凰整天播放,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一跃成为了凤凰台的当家花旦。 但是曾子墨在一采访中说出了,二奶不偷不抢无错论,这一题话便被众人热议。 但是曾子墨也未曾出来澄清过,还是安心的工作,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话是为物体所以没有必要离婚在乎。 1996年,曾子墨与离婚是在摩根斯丹利认识并相爱。 2006年8月,在北京凯冰斯基范店结婚,离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美国印度大学,工商管理硕士。 1994年,加入摩根斯丹利美国总部,连投资银行副经理。 2001年,加入高盛亚洲担任执行董事,后加入摩根斯丹利亚洲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,于2002年加入华平资本。 2017年被任命卫生州优秀战略委员会主席,离婚曾经还是曾子墨的上司,比曾子墨还要小两岁,可以说是两个非常优秀的人碰到一起了。 结婚后不久,他们就有了一个儿子。 2010年,曾子墨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,名字叫Dunin。 如今,已经46岁的曾子墨,一家四口其乐融融,希望他的家庭生活更加幸福。